大家好,我是SR Software的Mr.Law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AutoCAL的Standard Invoice 好的,让我来讲解一下那个AutoCAL的Invoice是怎样操作 其实它道理很简单 只要你的Debt有填到那个T Number 当我们Approve那个Sips Invoice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Standard Invoice 如果你是空掉那个Text Entity 当我们Send那个Invoice 去GetApprove的时候,它就是一个Consolidated 这个就是AutoCAL的那个Concept 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示范 我们是放一个假的 T Number,然后我们去开一张Invoice 当我们开Invoice的时候,我们就选 这个客户 选了这个客户过后,你会看到这个右手边 右手边这个DepterCode的右手边 会有一个T Number 这个就是 如果它有T Number 如果是选到那些是没有T Number的 这边是空的 它的道理是很简单 然后我们就 选那个Item 选了Item过后 随便打一个Amount 然后我们GetApprove GetApprove过后你会看到Pending的 Pending它表现去给 那个AutoCAL Invoice 然后 这边它 Return回来了 Return回来了,它有一个Error的 这个Error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会看 在这个Invoice里面会躲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InvoiceInfo 你可以去查找它的那个 Error 这边写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not valid 它的那个IC不 valid 然后在这边它的Error 写 IC不 valid 这个Error AutoCAL会做成很简单 的那个方法 来解读 目前 因为要赶着 8月1号我们做好这个系统 所以这边还没有修改 所以过后不会这样复杂 不过目前也不难 你大概看一下你都知道它是 什么Error OK 然后 我们试试看看去 做一个 对的T-Number 重复同样的动作 我们选一个T-Number 至于这个T-Number 是正确的 然后必须要是正确的 我们是 再去做一个 正确的 T-Number 在这里 然后我们选那个 Item 选那个 Item 然后我们就打 打了过后我们就 Get a Prover 在这边我们试试看 Refresh 然后现在它就 Sorbit去 AutoCAL的 Inboxing Portal 然后等它回馈回来 它是一个valid的 回馈回来valid过后 你看这边 我们会收到一个 政府的 QR Code 政府的QR Code这边 它会反飞回来的 这个QR Code 可以 发到那个 网站的 你scan scan的时候就会去到 政府的网站 OK同一时间你可以print preview 这个 Format Malitia Inversing的Format 所以你 preview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QR Code的 已经是印在 那个Invoice那边 如果是刚才那个imbalid的你print出来的话 你会发觉它是 空的 在这个地方是空的 这样子来区分这个Standard的 EInvoice OK如果大家想检查一下这个QR Code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一就是你可以scan 一就是你可以scan这个EInvoice 当你preview的时候用电话来scan 或者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你可以 review回去 然后在这个invoice import这边 它有这个link的 你可以把这个link copy了 然后你丢 上网 OK丢上网 它就会直接去到my invoice portal of course这个是preport就是我们sandbox 这个是testing server 不是正确的server 所以里面就会有看到 OK是谁卖给谁 然后多少钱 集合几号 这个autocount的Standard 这个invoice model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谢谢大家